开始好吗 因为 好 我们都已经有20 应该有20 20到25 20多个 20多个 好 好 好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邀请你们帮我把你们的 把你们的手机 把你们的那个 破坏的那个声音 按掉 所以大家就可以清清楚楚地 应到我的表演 好吗 大位姐姐们 哥哥们帮我讲好吗 如果你们有 没时间想跟我分享的故事 或者是想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你们可以讲一些 想法的话 就 我们才可以 大家可以帮我 我帮你们的帮忙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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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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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昏 早雷昏 早 你好 早 你好 OK 我要开始了 谢谢 早上大家好 那些 初一次对我见面的 新朋友 新主节 请哥哥 初一次见面的 早上好 有名字叫浩南 或者是 导游 全职的导游 2019年就 呼探全职做宝 但是我不带人家去 不带国外的朋友 他们来西加坡游玩 我就带他们在西加坡游玩 但是呢 我本身不喜欢带他们 我不喜欢 我喜欢带人家去那些 没有这么多游客的地方 而且肯定的人比较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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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不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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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的南部群岛到底包括了哪些岛呢 今天我就特意选了八九个岛带大家去走走 但是八九个岛我没有包括圣陶沙岛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还认识圣陶沙岛 还有圣陶沙岛我想下一次 带大家去专注圣陶沙岛 所以这一次超过了真实 好,你们现在听我的课题 为什么我会不懂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这些圣陶沙岛 这些圣陶沙岛特地选 因为对我来说这些特地选的那些 这些听曲 通常当我出国玩的 听到这些曲呢 我就觉得很有那个Holiday的感觉 很有要出国的感觉 所以我就播放了这个音乐给它 OK,这样我现在呢 我要让大家看一个视频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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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个我要放放之前呢 我要把它放掉 那么的话 OK 好,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 我们现在就 准备坐船 上船了 我们要出国 出国了 过 就是游山玩水 就是去玩水好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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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送船咯 我们现在要上船去哪里呢 如果要去 如果要去 台湾陶沙岛呢 我们就一定要坐船 那的话就要坐船 那的话就要坐船 但是坐船有什么地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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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都在过去的台湾呢 那里是 在这个 Video 在这个 我们来看的这个 Video呢 我们现在不能出国 所以很多新加坡人都会趁这个机会 就去一个小船 跟几位朋友一起出海 去询探一下我们的新加坡的南部的岛了 所以这些岛你们有去过吗 很像圣约岛 很像乌明岛这些都不算是我们南部的岛 南部的岛通常都是包括了 圣唐沙岛 圣唐沙岛 圣约岛 还有一些其他 可能你们对你们来说 可能没有太大的认识的一些小岛 我今天想带你们去 relax relax 去探探心下去 去一些这些小岛好吗 古苏岛可能大家都还记得吧 去过的人还蛮多的 ok 这样我就放在这边 去 好 我们现在就 去一下 去走走 第一个岛想带大家去的就是这一个岛了 看得到我们看得到这个3D 这个地图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其实 对那些朋友可能对这个 对这个软件没有太大认识的话 我想介绍一下这个软件 这个是谁都可以用的免费的 网上的一个软件 软件的名字叫Google Earth 我们大家都认识谷歌吧 对不对 谷歌 通常都是用谷歌来 寻找一些我们想想找的一些屏幕 或者是一些照片 然后一些资料 除了寻找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谷歌的地球 这个软件 Google Earth 英文是Google Earth 中文翻译是谷歌地球 那谷歌地球是你可以用手机 也可以用电脑来探权 就是来去游玩一些不同的地方 西加坡 不同各种各自的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岛是叫Pulao Ujong Pulao Ujong中间15世纪的岛 是指于哪一个岛呢 Pulao Ujong Pulao Ujong呢 其实是 它的Ujong这个马来话呢 它的那个意思是 半岛镜头的小岛 半岛镜头的小岛 半岛镜头的小岛的意思 其实指的是 新加坡的本岛 所以本岛呢 我们新加坡本岛 到15世纪呢 其实有两个名字 主要是两个名字 有人说是三个名字 Tanasi Tanasi 是其中一个很老的名字 第二个名字当然是 Singapura 第三个名字其实是叫Pulao Ujong Ujong的意思就是 半岛镜头的小岛 就是马来西亚的半岛 然后最后一个小岛 其实指的是新加坡这个岛 然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16世纪的一个照片 Sorry sorry 后来我打断一下 因为它的画面有一点萌 有点萌啊 萌萌萌 对 这个画面是吗 对 也看不到那个字 我们能看到这个Pulao Ujong吗 中间这个Pulao Ujong 看得到吗 萌萌 整个那个画面是有点萌的 它的字也是不清楚 好了 今天的网络有一点 可能有点慢 OK 用紧 大家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照片 看一下照片 照片应该没有这么萌吧 会吗 会萌萌吗 不会啦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图 又萌了 又萌了 刚才刚才还好 对对对对对 对 这个看得清楚 对 看得清楚 那有哪一位朋友呢 有看过这个图片 我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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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那个图 看不到那个Pulao 不是不是它现在是一个地图 看得到地图吗 没有我看不到 没有我这边没有了 没有我这边没有了 我看到我两位朋友跟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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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Garry,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Garry, what's the condition right now? It's still blurry. This one you might want to use land cable instead of Wi-Fi. Nothing much I can do now. Because this one is the connection issue. You can try to pause the map so that it loads faster. Because as it moves and loads, it will get very blurry. What about now? How is it now? You give it some time. Don't move. Don't move. I'll give you some time to load first. Alright, how is it now? Still a bit blur. You wait a while. Wait a while. Okay. What about the photograph itself? Is it very blur as well? Yeah, it's still quite blur. Yeah, it's still quite blur. Now blur. Now blur. Now blur. Okay. Now it's better already. Thanks a lot. I am sorry for all of you. I am sorry for all of you. I am sorry for all of you today. I can't even see this video. I can't see it. I'm not sure. It's a little funny. It's a bit weird. I can't see it. Okay. You can see this photo? 其实我说图片其实是不正确的 它其实是一个地图 而且是数一数二 就是表现新加坡周围的这些岛群的地图 其实数一数二算是蛮旧和最旧的一个照片 一个图片而且一个地图 然后这地图其实是正和 大家都认识正和吧对不对 这五世纪呢就到处从大陆 或者是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中国 所认识的中国出发 然后到各自各个国家 不同地方去探险 他其中一位 其中他其中一个 一个手下 他就画了这个地图 然后这个地图 四百九十九个群岛 四百九十九个群岛 我就特地选了这一页 是因为在这一页里头 他有显示新加坡 但是呢 当时他们画这个地图 当时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用这个 新加坡这个三个字 他们其实是用了新加坡以前旧的名字 你们看得到那个旧的名字吗 而且可以找得到那个新加坡 那个旧的这个三个中文 三个汉字的这个名字 丹马西啊 找得到丹马西吗 丹马西在哪里 有有 在左手边的上面 左手边的上面 对 对 对 左手边这边丹马西 啊 OK 所以其实呢 很久就已经是十四十五季 十五世纪 这个正和他们已经 已经把新加坡 或者是丹马西 当时 已经画进这个地图里头了 所以这个地图可以算是 数一数二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个地图 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怎么读 怎么去了解这个地图 其实 老实跟你讲 其实我也看不懂这个地图 为什么我看不懂 而且我也想说 我们现代人也可能看不懂 因为呢 这个地图 他画的这个地图 不是我们现在 现代人所能了解的地图 因为他们以前是用 他们是用这个卷嘛 他们是用卷 一卷一卷的这个 呃 我也不懂叫什么啦 就一卷一卷的 这是这些纸皮 还是纸来画这些地图 所以他们是从右手边 看到左手边 而且这个这个卷呢 是很长的 所以要怎么看呢 只有可能只是 那些那些有更加的了解的那些 佛师他们可能才会看得懂 或者是老一代 就是很以前很以前的人才可能会看得懂 但是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新加坡是叫 淡马西 OK 然后呢 我这边还有多一个video 想介绍 新加坡这个 Pulao Wujong 这个名字 还有 我们要去的第二个岛 是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video 老乌冲 也叫本岛 原本是 本岛 它的岛 原本是 本岛 原本是 本岛 我记得,尤其是幼稚园 我记得,尤其是幼稚园,幼稚园 我记得,尤其是幼稚园 幼稚园,幼稚园 我记得,尤其是幼稚园 我记得,尤其是幼稚园 这些记忆都很明显 1975年,很多这些岛 都习过,都搬回本岛 现在的南部的岛都没有记住 我的名字是 Dr. Hamza Muzayni 我是总教教教大学 在西加坡的大学院 然後我们在西加坡的里面 都会在西加坡の学院 和西加坡的级小鞋 在西加坡的中心升 海坡的地道 在西加坡的地方 而是中国的岛便 现在我们要去的地域太紧的六个岛 这六个岛已经已经扩大了 就是人地的广告 然后还有人间的这些岛 这些岛已经扩大了 然后还有人间的这些岛 然后还有人间的这些岛 这些岛已经扩大了 改变在这里的岛 它的形状是什么都凡 我们现在就称为他们的岛 来 我们下个想去的岛了 OK 这样我们就去另外一个岛吧 OK 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圣约岛 姐姐跟哥哥们有谁去过圣约岛 没有人去过圣约岛 圣约岛 有吗 有谁去过圣约岛 没有人去过 这么可惜 OK 圣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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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他们那边 你可以去那边 露营 那边也有 Cherley 除此以外 也有很多人 都会带个 带自己的脚车 过去那边 就骑脚车了 刚才 Dr. Hamza 在那个video里头 他有说 1970年代起 那个张义机场建了之后 主要为什么 南部的岛 我们的政府就 他们就 就想说 OK 我们本地的人 如果要去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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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离开本岛 但是不要出国的话 他们可以去哪里呢 这样 南部的岛 就是特别 政府他们就去 扩展了一些岛 然后把一些岛 弄干净 弄到很漂亮 圣约岛 是其中一个岛 所以现在 尤其是现在 病 那个疫情的之中 我们就有 很多很多朋友 都会去 圣约岛 之类的 直接岛去游玩 那我想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去看一些 旧的照片之前 我想问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 圣约岛的马来名是什么 有谁知道 圣约岛的马来名 有谁知道 但没有去过圣约岛 没有问题 但是知道圣约岛的马来的 那个岛 他们那个马来名字 是什么吗 继继续 我可以叫你阿孙吗 我可以叫你阿孙吗 谢谢你跟我们讲 继续 但是继续 是圣约岛 好像不是 应该是不是绝后岛来的 以前华语叫 对啊 也是绝后岛 绝后岛什么 应该是叫绝后岛吧 绝后岛 华语叫绝后岛 绝后岛是对的应该 华语叫绝后岛 绝后岛 拒绝的绝 后面的后 绝后岛 我学到新的东西 记起来 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岛叫圣约岛 英文是叫Saint John Island 为什么叫Saint John Island呢 有些人就猜想说 是不是因为英国人 他们很多英国人都是 他们都是拜耶稣的 对不对 然后就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religion里头呢 就有不同的这个圣人 不同的圣人 这样就这个圣约 是不是指说 他们圣人中呢 有一位圣人是叫约翰 所以他们就叫圣约翰岛 是吗 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 但是对我来说呢 有一个更好笑的一个解释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圣约岛跟他的马来名字 其实是有很 对我来说 有很大的那个 有很大的那个关系 他的马来名字呢 是叫 布朗 Sekijang Bendera 布朗 Sekijang Bendera 我所了解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这个圣约岛 叫Saint John Island 是因为英国人在18世纪 就在新亚坡 就发现新亚坡 对吗 然后我们就变成他们 他们就来到这个岛 当时那个岛的名字叫 布朗 Sekijang Bendera 但是英国人呢 他们就很难去 发音 Seki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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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 Saint John 去 你们觉得好笑吗 因为我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解释呢 我真的很容易相信 因为在新加坡的各自各类的一些地方 其实有很多地方 都是因为英国人 他们不会发音 就变成 就变成他们的英文名字去了 OK 森约岛呢 他的历史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历史是 森约岛呢 他变成 或者是变成 现在的这个 可以去 可以去做 Camping 或者是可以 起脚车的岛 之前呢 他其实是我们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印度人 或者是华人 我们是以前的 我们的那个 祖先呢 他们都是从中国 印度 或者是 各自各类的地方 来嘛 他们来新加坡呢 要上本岛之前呢 他们都得 都得在 圣约岛 在圣约岛 他们得待14天 对 那时 对对 在14天呢 他们就要看一下 你们 你们有什么病 有什么种病吗 没有病的话呢 那我们才让你们 上本岛 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呢 其实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照片 可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一些 以前的那些朋友们的 那些祖先呢 都得在那个 圣约岛呢 待14天 就跟我们现在的 那个疫情一样 对不对 从国外回到 新加坡呢 你得在一个酒店 待14天 这样 看一下 你有病情 你有病 没有病的话 才可以 进来 我们才可以 回国 对不对 你看 看这照片 不管是 不只是 华人 也有 印度人 也得 也得 在这个 在这个 岛 待14天 我觉得 这个照片 很特别 然后呢 除了 用这个 圣约岛 来 来 让人家 住 14天 以外 从1955年 到197 多年 就有 十多年 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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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圣约岛 也有 用来 做 医院 但是 不是 普通的 医院 它是 那些 那些 已经很 上瘾 因为 当时 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鸦片 还是 很 普遍的 然后 就 那些 就很 上瘾 这个 鸦片 那些 那些 抽鸦片 那些人 他们就会 来 这个岛 被 送来 这个岛 来医疗 医疗之后 当他们 已经没有 上瘾 鸦片以后 才能回 本岛 所以他们当时 圣约岛也是有拿来当成一个医院 然后呢 除了医院 还有 来做 十四天的 看你有没有病 的用处以外 有谁认得 这位 这位先生 很有名的 这位先生 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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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 部长 David Nyer 对 谁刚才 谁讲David Nyer 的 不是 不是 我讲 好 好 他的名字叫 Devon Nyer Devon Nyer 是我们 新加坡的 第三位 总统 第三位 总统 第三位 总统 也是 头一位 印度 总统 为什么我会让你看他的照片 是因为呢 圣约岛 他的 他有 第三个用处 就是 1950年到1955年 1950年到1959年 英军他们用这个岛来 也有用这个岛来当成一个 监狱 但是他不是普通的监狱 他这个监狱是特地来扣留 对他们扣留这些 扣留一些 对英军 来说 他们 他们觉得 这个人呢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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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想把 把英军 赶走 来 独立 要 要 争取独立 新加坡独立 一些对他们来说 比较危险人物的 这些 这些人的话 他们就会把他们 够扣留在 圣约岛 所以Devon Nyer 虽然是我们第三个 第三个 他其实在这个岛有被扣留了五年在这个岛对被英军扣留了这个岛在圣约岛但是圣约岛那今天已经是已经变得很漂亮的一个岛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第二个岛第二个岛就是圣约岛的旁边这个岛叫 Lazaros Island Lazaros Island我这边写着这是恶魔岛吗那为什么叫恶魔岛呢是因为有些人觉得 Lazaros这个英文名字呢这个名称呢是不是跟恶魔有关系 但是其实呢对我来说呢Lazaros岛其实跟恶魔没有什么关系啦 为什么会叫Lazaros岛呢我觉得呢其中一个解释是说 Lazaros岛呢之前以前也是一个英军用来就是知名地之前呢他们是哪用Lazaros Island呢来扣留一些生病的一些人也是所以呢就可能就有 因此呢有这个特别叫Lazaros Island啦但是Lazaros Island呢今天你看这个照片呢它已经变成了哇它的形状已经完全变成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了已经有好就这些 你看你看这个照片呢我所指的地方已经有这些桥呢来跟圣约岛跟Lazaros岛呢已经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你可以坐船呢直接去圣约岛然后还可以走过去Lazaros岛 Lazaros岛内呢还有很漂亮的两个海边 好两个的海边你看一下这个看下这个照片这个很特别的照片就是上面的这个岛呢是圣约岛那圣约岛呢现在跟这个Lazaros岛呢是有这个一个连接的这个桥 好所以你们坐这个船过去圣约岛呢可以直接这样走过这个桥来走来这个Lazaros岛 走来这个Lazaros岛 对这个桥 过去这个Lazaros岛总共是需要差不多15分钟的20分钟走过来了 如果如果有些可以骑脚车的朋友呢你还可以自己带脚车呢 坐船过来圣约岛然后可以用脚车来骑过去Lazaros岛 好 然后呢 这个桥呢就是让你可以直接用脚车或者用步行过去这个Lazaros岛了 其实是在新加坡其中一个岛的湖 而且它的那个 它的海边呢其实可以说是在新加坡的数一数二很漂亮的 是湖还是岛啊还是海啊 它是一个湖可以说是湖但是连接着大海咯 下面这边就是人工造的湖啦 我可以说是人工造的湖 大致上都已经是人工造的湖了 大致上都已经是人工造的湖了 对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OK 对 你看一下它的那个 它下面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 你看一下它有多么的直 它的这个海这个海边这个有多么的直 其实已经不是自然的那个海这个海边了 已经看得出是 人工 对人工已经是填海 原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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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了 对咯 新加坡就是这样咯 一定有这么多部分已经是填 已经填埋的一些部分了 好 来我们去第三个岛就是这个 大家有去过这个岛吗 哦 Kusu Island 对 Kusu Island Kusu Island的马来名字叫什么 有谁认识 马来名字 其实你们知道 我们新加坡岛呢 全部总共呢 有有几个岛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这个是鲑鱼岛 OK 我现在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先 OK OK How many islands Singapore have officially 新加坡 新加坡 以新加坡官方来看呢 到底我们新加坡有多少个 多少个岛呢 大家可以猜猜一下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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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说 那些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问题 可能 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那些有 不太了解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看到 我有这个44 63 23 115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白点 所以你用你的手指 去按这个白点之后呢 下面有个红 应该是红色的 蓝色 蓝色的按钮 Summit 对 英文是写着 Summit 所以你按那个 那个Summit 那个六个 六个英文记忆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你的答案了 OK Summit了 Summit了 总共有15位朋友 16位朋友现在 OK 18位朋友 哦 差不多20位朋友 好 这样我现在就 要播放 大家的答案了 OK 有5位朋友说是 44个岛 有5位朋友说是 63个岛 有6位朋友 也就是说 最多朋友 选的就是 27个岛 那真正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在想 为什么 你为什么有些人 会选44个岛啊 是不是因为刚才 你看的那个 刚才我看到那个 video 不是正确的答案 不是正确的答案 OK 就会 看一下 看一下你们的记忆有多好 OK 总共有16位朋友了 17位朋友 打了18位 OK 18位 错了 错了 答案 答案 OK 大多3位 每个朋友 都 大多数的朋友 都记得 对 对 其他的 其他的 选择的可能是 几小几小 或者是归岛 或者是说 马来文字呢 是叫 Bulao Tmanggul Bulao Tmangg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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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ick 英文是叫Pick Pick 中文是说 很高的意思 最高很高潮 有个高潮 最高点的意思 所以这个岛有个高点 这个照片 大家 看这个照片 你觉得这个照片 是哪一年拍的呢 50年代是吗 50年代拍 你看他的船 就知道了 对 看他们去拜拜 九月 50年代 50到60 50到70年代 应该差不多 50到70年代 对 五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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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那么多船 我告诉你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你看那个照片的下面 下面 下面不是有人 他们站在一个小岛 然后 照片的上面 有多一个小岛 对不对 对 因为老爸有跟我说 以前 他很喜欢去附近 去钓鱼 他会看到有两个小岛 一个是 一个岛很特别的小 很像乌龟的头 另外一个岛 有特别 特别高特别大 就好像乌龟的那个壳 这样 所以感觉就跟 乌龟形状很相像 哦 所以得明 所以 今天的 对 今天的龟岛 或者今天的 古苏岛 已经很不一样了 今天的龟岛 特别特别的大 你还可以带菜 带钢工去喂这些 这些龟 就是放生的这些龟 这个是龟岛的今天的其中一个特征 然后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 有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照片 上面那个 最大的那个山 那个小小的山 其实就是这个小小的山 对 这个山呢 现在有 这个楼梯 这个楼梯总共有52个 52个梯 52个小梯 对 所以要慢慢爬上去 去探望 达工 慢慢 所以今天呢 大概每年9月10月呢 都 一个月的 一个月内 都有很多人去探望这个岛 去拜拜咯 对不对 我相信 我们这边应该有几位朋友 有去过 然后呢 你爬那个52个楼梯 这个楼梯呢 爬到上面呢 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情景 就有很多人用笔去写了一些 他们的这些愿望 写的这些愿望都写在这个黄色的这个石头上 那 那 有谁 有谁到这个达斗工上面呢 去拜拜过呢 如果你有去过拜拜过呢 你就应该会有看过这个 这个uncle在这边帮人家拜拜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人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uncle呢 帮人家拜拜呢 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这个video 要看这个要看这个video 我想问大家 这个uncle帮这个小姐拜拜呢 他是用几个语言 他用几个语言来拍摆 四个咯 来大家听听 还是两个 是两个 不用 不用想货先 他把语言那些 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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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笑不是因为 我笑 我不是在笑他 我是 我是在觉得 我第一次听到 我有多么的 的惊讶 你知道吗 我多么的 我就觉得很可爱 很可爱 OK 我想问大家的 就是他用了几个 几个语言 来做这个拜拜呢 好多 他好像连翻译都讲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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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蛮多的 英文也有 华语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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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五个 我想都有六个七个 很多 还有印度 还有印度语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觉得 OK 为什么我会笑的这么大声 是因为 身为一位 身为一位 导游对吗 我觉得新加坡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我们在新加坡不管是什么人的话 而且 我老 奶奶经常的跟我说 尤其是老一代的 老一代的 我 是 现在 现在 人 真的 是很 因为以前 大家都会说法来语 法来人都会说印度话 印度人都会说中文 都会说法来语 我们华人都会讲 有些人还会讲 有些人还会讲 文化 其实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说 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当我认识到他来拜拜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 真的是代表说代表了新加坡的一个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了 好 这样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岛 就是这个岛了 有谁去过这个岛叫 Sister's Island 姐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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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OK 它总共是有两个岛 它有两个岛 一个岛是小岛 一个是大岛 它主要的那个 那 右手边的大岛 是我们 我们不可以去的大岛 大岛我们是不可以去的 大岛我们是不可以去的 因为它这边呢 是有主要的 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设备呢 是 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 让人 让人 去的 但是左手边的这个小岛 你可以 可以 做传播 通常人呢 为什么有些朋友 他们为什么会去这个小岛呢 是因为呢 这个岛有很多 去看猴子 有些人是想去那边 去 参与这个 草间代不行 草间代不行 你听过吗 草间代不行 就是那个 那个低潮呢 当低潮时呢 他们就会去 去那个海边 然后去那个海边呢 去看 去拿 提提一些石头啊 看现在那个海边 有些一些生物啊 这样 除此以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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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在这个大岛呢 还有这个海归 海归的研修所 海归的研修所 因为有这些设备呢 所以就不让人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看到这个照片呢 是这个比较大的岛 这个姐妹岛的 这个比较大的岛 这个岛就是我们不能去的 这个岛 很特别 有看到这个海滩呢 这个海滩呢 不是让人家去那边游泳的海滩 也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 它为什么是有这个 这个海滩呢 是因为 海滩上 有一个小小的屋子 这个小小的小屋呢 就是 海归研修所的那个 这个小屋子 那为什么我们新加坡 会有 海归研修所呢 是因为呢 新加坡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海洋的 就 很漂亮的海归 但是 当然呢 因为现在的那个 我们现在的新加坡海呢 有太多 太多的那个 有太多的 一些活动 太多的大船 在走过 很多活动 所以很多这些 海归 跟海归 那个 海归 就已经 很大 所以 海归呢 很难 很难生存在我们的新加坡海 海洋中 所以呢 就要有 有这个海归的那个研究所呢 那海归研究所呢 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个海边呢 他们在那旁边就会 特地的呢 挖了很多这些小小的洞呢 就把新加坡到处的海边 救起来的那些海归蛋呢 会把他们移过来这边 放进这些小小的洞 让他们在这个 带他们出来 这些研究的 这些研究的 研究所的这些人呢 主持人他们就会来这边呢 放这些小小的小灰呢 让他们带他们出来 带他们出来之后呢 带他们出来之后呢 这边看到李显龙真的很合情 带他们来这边 来放这些小小灰 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机会来生存 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机会来生存 这个现在这个 姐妹岛呢 不只是可以游玩以外呢 还有他们有主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来研究这个 海洋的这个 海洋的这个 到底 海洋到底 有安全不安全啊 或者是说 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很很特别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 然后我们从田内岛 就离开去 过来这个岛叫 Graphos Lighthouse 他的那个马来名字是叫 Pulao Satumu 我觉得这个岛呢 应该有很少人可以去啊 因为呢 这个岛呢 普通人都不能去这个岛的 哦 这个岛呢 主要是有这个 Lighthouse Lighthouse 中文怎么说 我不会说 有人可以教我吗 是不是叫灯塔啊 谢谢你 你教我 这个中文名字叫灯塔 灯塔的那个 那灯塔的那个任务 是什么呢 灯塔的那个任务 是什么呢 灯塔的那个任务 是什么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要 给那个船 给那个船指引 看着的方向啊 怎么样啊 这样子 啊 原来就是给 船 给他们 就是给他们方向啦 主要是 不要让他们可以创造 对比 创造其他 或者是 创造那些石头是吗 哦 哦 哦 OK 那我们去这个 我们去这个岛 看一下他们那些 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照片 好吗 哦 很美哦 好漂亮哦 这照片 很美 红霞 那个红霞很美 红霞很美哦 这个岛呢 算是新加坡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岛 因为呢 有灯塔 所以我们普通人呢 是通常都不可以 通常都不可以 这里哦 这里呢 主要的是有 每天都有两位 有两位 会在这里 他们会来这边上班 然后他们主要的那个任务呢 就是要 就要确认说那个 灯塔每天都没有问题的 在操作 这个就是灯塔上面的那个灯乐 哦 漂亮哦 可惜我们不能来这个岛 来参观这个岛 哦 什么岛啊 我又忘记了 它这个岛的名字叫 Kulao Satu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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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名字叫 萊博士灯塔 萊博士灯塔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为什么我们来到灯塔呢 我们现在就过去 哦 这个岛很重要 有谁认识这个岛 我听到有人讲 Pulao Satumu 我听到有人讲 Pulao Satumu Pulao Satumu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有另外一个 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有谁知道它的英文 它的中文名字 什么石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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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还有一个字 不懂什么石膏 什么石膏 这是石膏岛 这是石膏岛 可以起来的 啊 谢谢阿蘇文 OK 可能 我觉得你们 你们应该知道 它的那个 正式的名字 但是呢 我呢 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中文的 正式名字 我只知道它的那个 它的小名 就是 Semaka岛 中文的小名叫什么 就是叫 垃圾岛 最初它叫垃圾岛 垃圾岛 垃圾岛啊 买石 买我们垃圾的地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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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来买我们的 我们新加坡人 每天 每一个小时 每分钟 丢出去的那个垃圾呢 全部都会 送来这个岛 现在还在用吗 还在用 我们还在用 还在用啊 20年是吗 还是30年 还没有填满了 还没有 还没有 大家 我要问你的 我要问你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了 我要问你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哇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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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多久 对了 我们还可以 这个 石马高岛 什么时候满 问大家这个问题 哇 石马高岛 什么时候满 来 大家不要 不要 不要 你还可以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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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 你是不是要用Google去看一下那个答案 不要啦 不要 我不做这种事情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评你自己的 最 最远的是 现在的2021 应该是2025吧 没有 你自己猜自己猜 不过 如果你用Google search 就 就不是你自己的答案了 不是 不是 不是Google 我不是 就是猜就是2025吧 你OK 好 你是猜2025年 你教就好 后来那年 大家用Google search 没有 用Google 大家不要用Google 我们大家选择 阿孙 阿孙 选哪一个 我是大概 他三五的 柏妍姐 柏妍姐 你选了没有 有了 三五 他选三五 OK 我们看一下答案 大家分享一下答案 看谁对 看谁对 OK 有六位朋友选 2025年 有两位选 2080年 有 五位朋友选 2035年 没有一位人选 2100年 OK 没有人选 因为我觉得我 2100年 我也 外博得了 我自己也是 所以应该是 不可能是 2100年 OK 答案 是 2035年 OK 2035年 哇 这样不是很快 很快就填满了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大家真的很快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 到现在为止 新加坡全部的垃圾 都是送来 这个 全部都送来 什么 它主要的 他们主要是怎么 是怎么来 怎么怎么搞 我们的垃圾 我们的垃圾 全部都是丢进 垃圾车 垃圾车 全部都是把我们的垃圾 全部都是带去 新加坡的西方 在T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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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工厂 他们就送去工厂 工厂里头 他就把我们的垃圾 那些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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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烧掉 那些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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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隔一边 然后 然后 垃圾 那些垃圾 那些可以烧 跟不可以烧的垃圾 那些垃圾 他们就把它放进垃圾 又放进垃圾 垃圾 垃圾 就拉去 一个 那个海港 在海港 那个垃圾 就把它倒进去 那个小 那个船 那个船就把 那些 可以烧 跟不可以烧的垃圾 把它带到 沙马靠岛 欸 带到沙马靠岛后 之后呢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高片 还有看 当全球都在为垃圾 环保 以及再生能源问题 想办法 变革创新之际 新加坡把垃圾 焚化的灰烬 转化为 无机废料 在埋之于 本岛南方的 细湖上 成为全球第一个用垃圾堆砌而成的任工小岛 在新加坡南方 约八公里的两个小里岛 席金和石马高 看起来清澈干净 风景优美 其实中间高出水面的陆地 都是来自新加坡的垃圾所堆填 每年新加坡制造的垃圾 有三百万吨运送到这里 不过没有臭味没有污染 还能见到鳄鱼等动物在这里生活 现在还是个生态观光景点 去年新加坡本岛的居民制造将近八百万吨的垃圾 地方媒体报道 每位居民每天丢掉十三个塑胶带 焚化后的灰烬为了不跟海上物流正常运输冲突 都利用夜间运送到石马高岛 在两座天然小岛之间 围起占地三点五平方公里 容量六千三百万立方公尺的垃圾填埋场 目前已经填埋了一半 官方承认 稻禁区的烂泥灰烬水是黑的 经过毒物测试 不会伤害环境 围起来的堤坝约八点一五公里 堤坝外用聚乙烯 注一层不透水的保护膜隔离污染 不过一些环保团体仍有疑虑 官方估计 以目前填埋的速度 石马高岛将于二零三五年填满 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垃圾问题的替代方案 记者黄韻玲報道 就了解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这一个 这个video 它不是新加坡的新闻 它是台湾 台湾 台湾 我们的这个 石马高岛 其实在国外 已经变成 数一五二的一个大型 因为很多不同的国家 很多国家其实都面对了 同样的 就是说垃圾到底要怎么去解决 尤其是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垃圾 太多人 我们就去想一下 就拿那个塑胶袋 拿这个拿那个 或者是买的东西 我们年轻人也是买的东西买的太多了 买了一些新的东西 用不到一年就丢掉了 还好好的东西就丢掉了 所以很多很多垃圾都 都很浪费 就带来了这个岛类咯 这个岛 刚才那个新闻报的 就是说已经 已经有半个 你看这个照片 已经有半个 已经是满了 对 其实2035年 已经是没有很多时间 从今天开始算起呢 只有14年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的垃圾 真的是太过快 有可能 2035年之前 就一定会满了 然后满了之后呢 垃圾要放哪里呢 放往我们的家里头 我们的家里头 没有办法了 因为没有 可以放了 对不对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船呢 他会把那个垃圾拉进来 这个很大的 这个大厦里头 然后呢 就有这些 这些 这些车 这些垃圾 运过来这个 这个手里头 把垃圾堵进去 这个手里头 我觉得很奇怪 完全没有味道的 完全没有味道的 它根本就不错了 而且那个 风景都特别的漂亮 你还可以 就疫情之前呢 你还可以 去那边观光 观光 你这个岛 还有那个观光车 可以带你去走走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 什么高岛 特别 特别 好 我们现在就要去 最后一个岛了 最后一个岛 有大家 有谁去 有谁知道 那汉都的意思是什么 鬼啊 鬼啊 汉都是鬼 这里是鬼岛 这里是鬼岛 嘞 哇老尾 鬼岛 鬼岛有 鬼岛大 鬼岛小 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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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问你们 你们害怕鬼岛吗 哈哈哈哈 我没有去过 鬼岛呢 它主要是 跟那个姐妹岛一样 就是有一个小 有一个大 鬼岛呢 是说 新加坡的 因为 其实 我们有63个岛 大致上的岛 都我们 人们都不可以去 这个岛 古岛都是 虚少 你们虚少的一些小岛 那我们可以 可以 可以 去玩 但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说 我们 要去 汉都岛 要自己 预约 那个船 我们要预约自己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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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带我们去 如果 你这样去 那个 马林 那边 就是 就是我们 还有一些 有一些 那个 船可以 去 像圣约岛 那边 去那个 忽苏岛 但是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船呢 特地 特地 带我们去 那边 如果你要去 汉都岛 的话呢 你得 特地 那个 船 这个 就是 下船的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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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不懂 你看到这个 照片的话 你看得到 中间 这个海呢 它其实中间 是一个小 还是一个海 但是 当那海浪 它呢 退潮之后呢 你还可以看 你其实是可以从那个 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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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柯沙 走过来 那边 那边 我觉得 汉都 一个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在汉都呢 有很多 本地人 尤其是现在呢 不能出国 对不对 他们会来 汉都岛呢 去潜水 潜水 我现在带大家 去潜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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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都岛 好 加边 你 是的 是的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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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 想带 我今天就是想带你们去这些 谢谢你们大家跟我今天一起去 玩岛追追追 不好意思今天的那个网络有点慢 造成了那个很模糊的那个情绪 好 如果有些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问我来这里 我们已经刚刚刚好 11点05分今天玩了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我们不要走 我想跟大家一起拍照 我们没有机会知道 就可以了解到这么多东西 很高兴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你们不要走先 你们不要走先 我想跟大家一起拍照 来那些还没那些想可以的 可以开你们的螢幕 开你们的视频的话 可以开你们的视频就好吗 我想跟你们一起拍照 谢谢你 我们大家可以摆一个姿势 一二三 谢谢你们 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每个礼拜来跟我一起 去做 就是 也谢谢给你给我们掌知识 有吗 有掌知识吗 美玲姐 有 你带我们去 爸可以去的地方吗 我跟你讲 明方姐 肯定会讲 你会带我们去吗 几时吗 几时吗 没帮姐妹说几时吗 问起政府 问政府 我可以讲 我们等疫情过了之后 安全了之后 你们可以 大家都可以去 1 day tour 对 跟西西讲一声 讲说你们想去 想去走走 然后呢 我就很乐意的 很乐意的 捐出我的时间 带你们去走走 也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会 好 先谢谢你 谢谢 我希望有机会去 我也是 我也是 哎呀 光天姐 你好 谢谢你 真的是谢谢你们 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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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谢谢 祝你健康 生活愉快 祝大家 生活愉快 听不到 下个礼拜我们要干嘛呢 下个礼拜 健康 下个礼拜是什么呢 下个礼拜我们要去哪里 你要猜想 猜猜一下吗 不要猜啦 给答案啦 我们想去哪里 我们下个礼拜想去哪里 但我们去什么地方都好啦 反正是 对 好 我们下个礼拜呢 去 有谁住 有谁在这里是 以前有住过犬巴王的 有认识犬巴王的人 哦 去跟那个热水湖啊 好啦 我们去热水湖哦 很好很好 OK 这样我们就 但是可惜的 下个礼拜没有 没有真正的热水 那个温泉啊 温泉啊 你讲的水湖 我听到一桶 温泉 就是那边哦 可是新的我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现在做的很美了 那个没有去过 旧的有 旧的有 现在做的好美哦 准备自己的热水哦 好准备下个礼拜 我们就用热水 好 我准备一个桶啊 我准备一个桶啊 准备一个桶 去那边去搜 买西汗儿去那边吃咯 我们先吃一下 大家吃什么 我们先准备一下 ok 大家谢谢你们的时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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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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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大家 拜拜 你们要保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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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保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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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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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